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经常在珊瑚郊区发现它们的踪影 主要以珊瑚枝芽的尖端为食 周控珊瑚是它的主菜 黑斑插鼻豚为了取失躲在珊瑚中的生物 会使用像鸟慧一样的嘴部结构来啃食食物 圆滚的身材加上天生行动缓慢 它们要如何保护自己呢 第一个秘密武器是河豚毒 四尺臀会分泌只是文明的天然神经性制毒 河豚毒 河豚毒通常存在于内脏 伸直线和皮肤部位 人类误食后会中毒甚至死亡 第二个秘密武器是冲气 遇有危机时刻 会吞入大量海水或空气 使身体股胀成大圆球 令敌人无法吞食 因此又沉气球鱼 模样逗趣可爱 这是分绿冰插鼻豚 围气宽大 提侧有黑色水平细纹 古俗名又称黑线气龟 成语喜爱在沙尼池觅食 四尺臀科中的巨无法 心斑插鼻豚 头部与背部密布如心点般的黑色小垫 这是两只为了针地盘 而对峙中的心斑插鼻豚 这是纹腹插鼻豚 背部有白色圆垫 腹部具有深河色条纹纹路 互称纹腹插鼻豚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二尺臀科 口内上下汗各一片尺瓣 古名之二尺臀 这是纹二尺臀 身上聚顺色斑块 眼睛很大 提表有零片特化全强肌 称之刺合豚 平时提表的应急会全到天鱼身上 一旦运有危机时刻则会吞水使身体膨胀 竖起全身腔肌是不识着无法吞噬 这是人类在海底随意遗弃的废弃欲望 即使臀拥有剧毒 和像仙人掌般碰不得的尖刺 人敌不过人类自私有气的垃圾 让豚陷入危机中